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什么呀 谭月 谭月 是吧 邓丁三老师也说了 你好好看看 这个是不是谭月 您别说 您一说还真有点像 你怎么把它当花瓶买回来了 因为当时旅行的时候 我是去的欧洲那边在一个小店里 店主就插了一束花在上面 当时看 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这些复古的东西 然后这个颜色又这么鲜艳 上面这个小猫还挺可爱 这是 等等 等等 这是猫吗 邓老师 来 告诉我们小姑娘 这是一个什么图案啊 可以是猫科动物的图案 您不能这个手下留情 不是 我们家那猫真长这样 那脑袋就这样了 我以为您说这是虎头 尸头 饕铁头 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那个我们现在叫寿面纹 过去叫饕铁纹是一个大嘴的动物 你要是嘴不大的话 两个大眼睛呢 你想想 是吧 它就是猫科动物的特征 可以就约等于是猫或者是豹或者是虎或者是什么 都是它们家的 那您当时花了多少钱把它买下来了 当时是大概4000欧元 4000欧元 折合将近4万块人民币 花了这么多钱 因为当时看起来确实挺好看的 她也跟我说是个老物价 先输入你的心理预期价位 都说东西成双成对的好 我这个还放了这么久 还是一对 我的心理价格就 记住 它可是谭鱼儿 来 您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5万元人民币 到底能不能有这个价格 请专家变价时针 这种器皿的不可能是一般人家 一定是贵人以上 这是吃饭的时候 把那个骨头啊 鱼刺啊 什么这些东西放在里边 它随手就放在这里边了 然后大家看过《红楼梦》 《红楼梦》待遇头一次进贾府 吃完饭了以后 人给上了一杯茶 是吧 他也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他口味又不好 胃口又不好 又不敢喝 他看着大家 是吧 看着大家干嘛呢 原来是大家什么呀 把那个茶啊 含在嘴里束束口 然后往哪吐 就是这个扎斗 对 贵族人家 非常隆重 非常讲究场合用的东西 皇上家那弹云 其实也很贵 你找一皇上家的金弹云 是吧 那个不知道多少钱呢 这个呢 我们看啊 这个我们说 很可爱的这个猫咪这个图案啊 实际就是一个 仿青铜器的寿面纹 演变过来的 由于后来咱们国家的景泰兰厂 或者景泰兰加工里边 没有赞克这个工序了 就是做景泰兰的 不做赞克的活了 所以凡是有这种啊 赞克文的 不可能是景泰兰厂 因此啊 我们从这个 掐丝工艺的精细度 文式的这个 反骨的这个特征 和它这个画法 清料啊 这个薄厚的程度 掐丝 我们看这个手掐丝的 有些不规整 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 这件东西是 清晚期的真品 哇 下面请专家输入估价 专家的估价已经输入系统 我们暂时封存 下面请店主现场出价 我对这件 这个扎斗啊 还是气情 这个景泰兰就是 比如这俩变成花锅啊 或者是变成那个 种高的利件 我觉得价值要比 现在高得多 我觉得回流的景泰兰 比较多 大家对那个 建国以后的景泰兰 和民国时期的 还有是清中期的 清早期的 这个分辨率确实差点 就是说知识认知程度差点 我个人的那个价格是 好 店主给出的报价是 三万元人民币 我们这一对您给了三万 对 还是市场决定了一个价格 其他店主有要报价的吗 我首先请问这位 极美貌与身高的姑娘 你平常出门前 化妆需要多长时间 大概半个多小时吧 半个多小时 你就可以出门了 化妆好了对吧 反正从出门到 真正出去一个小时左右吧 在清朝的时候 咱们的公主和格格是怎么化 是用胭脂粉袋 她化妆时间会很长 她要卸妆啊 或者说觉得化得不好 她会冲洗 她把这些废水倒在这里 所以说如果你生在18世纪 现在是格格的身份 你现在正好用上这对扎斗 请店主输入报价 我觉得这对藏品 保存非常完整 而且其实对你 结合得非常好 我的报价 应该你觉得会很满意 我们来看一下 二十万元人民币 我们接下来就揭晓 刚才专家输入的估价 来 八万元人民币 这个过去在清代以前 景泰兰的地位比慈禧高 但是呢 由于后来 咱们那个生活席变化比较大 到静泰呢 只是当花瓶用了 就像你说的啊 像个花瓶 价格起不来就是人们认知度 现在啊还不够 再一个呢 就这种东西啊 不是说没人收藏 大家都知道 比较顶级的收藏家 有个叫张宗宪 张宗宪大概从十年前 他就开始卖他的瓷器 瓷器价格高了 他把他瓷器全卖了 那是中国 就是古玩行的前辈人物了 从小就十三四岁 就开始玩古玩 他从十年前左右 开始卖瓷器 开始买景泰兰 为什么呀 他预测这个东西 早晚价格要上来 就是因为他所费的供料 比瓷器要多得多 确实存在这么个情况 雅南跟你说 虽然这次很侥幸买对了 但是这里边的知识啊 你需要学的还太多 好吧 还是恭喜你 获得华山论见节目组 所谓藏品提供的真品证书 恭喜你